一个人吃198元美味球场里的早茶制作 能有多快乐 肥弄那一大生蚝 我内心有些很多 中途我说这家我会二刷 但没想到二刷离死之快 一段天就来二刷了 哈喽 这里是拉拉友 待会儿去吃一家 开在高尔夫球场里边的月食早茶餐厅 我去年都没有发现 198一位 在双流区环境榜 第一名他们把自助的菜单直接放上去了 还没吃就可以看到具体有哪些菜 哈喽 我的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化妆了 今天可能化一个最近大热的蝴蝶兰 特别发的妆容 他们昨天都夸你化那个妆 妆容主打一个粉嫩色系的纯郁清甜感 布林布林少不了 腮红口红也要嫩嫩滴 再配个蝴蝶兰发家 就完成了 这里真的好美 天空也很难 是在那边 一会儿告诉你们 为啥子我知道得如此清楚了 太阳不要晒我求求了 日常咱出门也最好带把伞或者遮阳冒汗 物理防晒也要做一下 我昨天在他们家吃完我就立刻约了今天中午12点半 小姐姐 哈喽又见面了 你没了 是的 还吃自助吗 还吃自助 可以耶 小姐姐昨天关注我的外有点开心 昨天是吃到街后一个甜品 我发现没路上声音 所以我今天又来一次 你们家值得好吃的 当时差不多吃到中途 我说这家我会二刷 但没想到二刷如此之快 一半天就来二刷了 肉飞里非常的好吃 是凉菜 捞八爪也很不错 酿紫牌 泡椒混爪 牙笋 海胆酱 竹虾球 香辣炒虾球 越式牛肉粒 对我们粉丝珍生好 锅椒蒸枣黄鱼 番茄烧牛腩 鱼虾饺来六个 南小小龙胞四个 鸡鱼饺 三个 鸽牛饺 三个 金钱堵 牛仔饼 韭菜煎饺好吃的 牛链鱼 牛饰蛋挞 火叶狼酒 小刀鸭 蜜汁茶双 酱鱼肘子 橫米 糖粉 酒房煎虾肠 贵妃烤饭 羊汁甘露 冰粉 来个三鲜的吧 金丝王菊 差不多先这些吧 我点好了 您还是像昨天一样 帮我有节奏的上就行了 吃成朋友了还 它们景色也挺好的 绿莹环绕 非常惬意 早茶梦好漂亮 淡淡菊花香 青筋淡雅 花椒 花椒 特别爱吃这一道 青花椒点汁 软弹脆 辣鲁铁马口 红油很香 汁调的好 饱含水分的嫩感 有味精 挺注重摆盘的呢 一个橘子 有烟熟的味道 脆韧 很有贩质 很香的 它们的前菜 前嫌 两天都很得当 风刷 昨天给我一个腿 今天不是腿了 我太喜欢腿子 好香啊 有脆果 鸭皮下脂肪肥润 腿子也好吃 皮酥肉嫩还多汁 味道更脆皮米锅比较香 完全没有压生气 处理 处理得很好 这个洗澡泡菜 酸甜脆爽 柠檬醋爪也好吃 是脱了骨的 后面撒了可多白芝麻 很香的红油 不油腻 等就这么了 其实我当时买的是 今天悲剧内蒙的 机票酒店 化妆室全都 付了定金预约好了 结果临时给人家改了气 不是很抱歉 肥肥肥的酱子了 炖的没有前一天能趴回来 这么有嚼劲的 反倒都没人了 五香味型的猪肘子 甜 带点甜 还有一点香药的味道 谢谢 谢谢 蜜蜜茶 是吗 糖 都被烤得焦化掉了 变成了焦糖 好 甜的 甜的 肥油 非常软弹的 是吧 香香的一点 不小心 谢谢 谢谢 麻烦好叠顿 进到红油的花生米 看表象以为它会干老硬肠 牛肉里松松软软 甜咸口的黄醋汁 酱汁 酱汁 花生芝麻酥糖 二刷还是有一定的新鲜感 虽然已经知道了每个菜大体的味道 这一道其实跟刚刚的牛仔粒用的同一种肉质都很松嫩的 好 好吃 倒质感比刚刚的牛仔粒更强烈 外边的胶壳有一种酥脆的感觉 其实我都不知道昨天我的每道菜说了啥 全凭当时的感觉 安鲜 好 谢谢 谢谢 上面是必翻炒的炸蒜 家人飘碎 会给你带来虾的极致口感 小博天的个头比这还大 小博天的鲜 内里有蒜丁 鲜鲜 鲜美 小鲸鱼饺 内馅油润鲜美 皮子的浇湿感会比虾脚要明显一点 酒黄鲜虾肠 酒黄和鸡蛋附着在虾仁上 鲜香味美 谢谢生虾和味道 好 谢谢 猪虹带点粉 金沙网纯再长练 可以吃到虾仁 Q彩的感觉 酱油会比当中的 酒黄鲜鸭肠 还要更浓 鲜和酱酱一点 好 这还冒热气呢 发生的 小鲜番茄 3 Anna 湿 蜂蜓 炸草 colocar 大鲜 酥 还有吃到抛了的萝卜 新银鸡豆的番茄粉果包 里面是真的包了番茄碎 香菇丁杏鲁丁 牛肉粒还带着脂肪呢 吃它各个食材的原本味道 没有繁瑕的调味 是他们手中包的 昨天中午我压根没有吃到里面的牛肉粒 好嘞 好嘞 上面存在了一些醋米 有微微柠檬的清新 韩糯酥脆 口感的层次拉满了 昨天初次吃的时候直接惊艳了 今天退去的新鲜感 对它的评价更客观一些 也是好吃的 小黄鱼 好嘞 谢谢 菜是挺精美的 美人现一味的肥嫩嫩大生蚝 带了一点脆度 脆米清脏 有种蒸鱼豉油的鲜味儿 番茄油呢 完全没有番茄的味道 红油酱香味型 我会觉得咸度略血有点高 但随着多吃几口就感觉还好 调味没有让番茄发挥出他自身的魅力 汤包要赶紧吃了 像喝汤饺子 最后吃不到肉馅了 咸鲜口不回甜 和素食小龙包不一样 饺子 内馅游说很多 青沙网是酥的 不硬 韭菜 香菇 虾米 馅料 端省 真的好喜欢吃饺子 牛仔骨 牛仔骨 牛仔骨香草而已 没有那么的出彩 很可爱的 不过店饼是顺利的 昨天来吃的时候 我说很贵的 不算菜铁锹 鹿顺比较像 店长说他们试成同一个主厨 油 桂花鸟 纸牌 好苦喔 有明显的桂花甜相 很好吃 好 有滑肉 内容很丰富的炭饭 平常大家吃自助吃不点炭饭的 也算是一个半主食 还有小虾仁 汤鲜盐肚滴 炭焦小黄鱼 豆豉和剁椒蒸鲜 咸辣口 小黄鱼肉质细弄水里 注意有小吃 两三周前的一个晚上 大半夜的我吃鱼 玩了鱼子卡猴了 六二天下午去音乐给扒出来了 当时还在你们说大话 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被鱼子卡过 就不能念叨 一念叨 你看 酪酱会比较咸一点 小姐姐我再加一杯加冰可乐吧 好 谢谢 精致的 精致的点心 高飞蛋挞 蛋挞 蛋挞 蛋挞有味主 就酥酥的 爬边 嘴唇一切磋 它就酥化了 蛋挞逼吃上了 榴莲黑天鹅酥 尾部和底部都沾了 密密麻麻的芝麻 酥酥酥香甜的榴莲果泥 甜品做的确实还不错 饿满细腻香甜的榴莲果泥 甜品做的确实还不错 鹅井 装饰的 做好了 吃 吃茶 擦擦拖 手吃 焦点味心 没有什么味道 就是油炸香 他们的饮品和常味费 都是包含在198里边的 小姐姐 在前家两道尝尝 再来个双翠吧 一个柳莎包就行 像成都冒菜的口味 牛舌 菌感 牛舌糖 红油赋予它香味 封口吃略咸 这是啥 牛沙包 好嘞 这么大的牛沙 有点东西 特别一列这种牛沙包的配钱是一个正常咱们可以留点肚子吃点其他的哈 先喝芒果奶昔 奶味很浓 老成都夏季必吃良品 平常今天放桌了 今天吃的虽然少了昨天的那种新鲜镜头 但总体来说也还挺不错的 那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品的收藏哦 来 我的妈咖 它的一些菜品其实可以看出是现做的 同一个食物 因为有一点口味上以及食材内线上的小区别 蒙古酱